饿死了 饿死了这个天 你回来了 你给我抱着利豆 准备可以做利豆糕 还是老婆吓得走的 那你把这个利豆放在厨房去 好 那你把营业关一下好不好 今天怎么这么开心 做人本来要低点开心 去把这个利豆皮剥剥掉 这么多都要出啊 是啊 后来怎么叫是利豆糕 又不是利豆皮啊 那还真是纯手工的利豆糕呢 皮豆腐上来了 好了 洗了差不多了 你去小火 拿外面洗一下 好的 老太婆 还有今天没做掉 真的用手一捏就做来了 好了 现在拿去蒸 把这个倒在蒸笼里面 咕咕饼 咕咕饼 大火蒸一个小时 那我要在这里看火 看一个小时 你煸酒啊 我拿陪你啊 蒸好 有老婆陪 别说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我都做得做 你别说这个利豆要做起来 它真的是有点麻烦的 我说你说 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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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要是要多啊 利豆都要啊 没有啊 你做这个大一点啊 盖起来利豆你给蒸好了 哇 哇 哇 这是粉粉啊 哇 你看 真不怕汤咧 但妈是不怕汤咧 好了 现在给它过一下刷 要下这样的一锯磨 一锯磨 这样的磨起来粉得这么几 好 嗯 吃面面的 不要给我吃完了 磨这么辛苦啊 这么多 哪里吃得完了 管得起给我锅子里面拿个鱼米要过来 哦 还粽米 嗯 牛放这里 我吃烧火 你什么时候我要用火啊 不然你在锅边许愿啊 吃得许愿 许愿你给我放红包 哦 我的切都是你的 像发红包 好 现在把利豆粉稍微炒一下 稍微炒一下 再一起炒 不像鱼 我的墨油在哪里呗 刚才挨油的时候不是给你拿过来了吗 这才做啥 哦 谢谢你啦 我得觉得 这样它装上的都可以 捞出来 这个好简单 一压 一压一下 来 再拿出来 你看 我刚才说你弄了 我要吃一下呗 我问你问你 不给我吃 好吃 好吃啊 嗯 谢谢 怎么说呢 太好吃了 冰冰凉凉了 晚上都不要吃饭了 肚子疗 你知道肚子疗 我不用叫 你就吃一点 你安静一点点也行啊 你是不是有感觉我做的断片了 你不熟吃啊 你怎么吃的 我猜到了 我看你不想拿呗 那我拿一个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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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